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中国女排结束了奥运女排资格赛第三场小组赛的争夺 最终我们再度3比0打败的对手取得了比赛胜利,获得三连胜 在拿下了捷克女排之后,接下来第四场小组赛 中国女排将迎来另外一个对手,加拿大女排 所以这场比赛即将到来呢 和各位球迷来详细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以及加拿大女排这个对手的实力如何 首先我们看一下呢,这场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半进行 那么到时候CCTV5呢会进行直播 我们各位球迷可以及时关注这场比赛 继续支持中国女排 说回到加拿大女排这个对手 那么其实不管是从整体的排名 还是过往的交手经历来看 加拿大女排呢应该都不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那么在早前结束的小组赛中 塞尔维亚女排已经大比分3比0打败加拿大女排 所以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如果这场比赛我们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准 拿下这个对手取得四连胜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二呢,尽管对手实力不是很强大 但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肯定也不能够倾敌 从最近的小组战绩来看 加拿大女排呢是取得了一胜两负的战绩 也曾经是取得过一场胜利 爆出了不少冷门 所以加拿大女排呢还是颇具黑马之质的 而且呢从此前他们对战塞尔维亚女排那场比赛中来看呢 加拿大女排在第三场呢还曾经一度疯狂反扑 尽管最终没有能够获得胜利 但是他们的一个潜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一场比赛对战加拿大女排 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稳打稳扎打好每一场比赛 每一个球每一个细节 我们才能够打败对手获得四连胜 从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的整体进展呢 看起来非常的顺利 但实际上呢我们呢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包括不管是面对捷克女排还是早前的比赛 中国女排啊整体的状态都有一些起伏 尤其是首场比赛 那么中国女排一度遭遇弱队逼平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我们必须呢解决慢热这个问题 在比赛开始之后尽快进入状态 接下来呢后续我们由弱 啊到强遇到这些啊球队之后 遇到这些对手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稳稳的拿下比赛的胜利 毕竟呢现在中国女排面对的基本上都是弱队 到后面遇到的对手是越来越强 如果我们面对塞尔维亚女排的时候 我们还是这样慢热的状态 不能够及时进入赛场 备战的话 那么中国女排很有可能就会输给这个对手 甚至爆出冷门 所以我们想要拿到小主力 想要稳稳的拿到奥运门票呢 接下来呀 我们呢必须把之前的一些问题改正过来 在面对加拿大女排这场比赛当中 打出更好的表现 而这一次奥运资格赛结束之后 中国女排将会迎来亚运会 这一次的亚运会在家门口杭州进行 作为主教练的蔡斌已经明确霸气表态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站上领奖台 争夺拿到冠军 既然如此呢 希望中国女排在本次奥运资格赛 先拿到好的成绩 拿到奥运门票 那么为后续开一个好投 我们也可以士气如虹一举 打败亚洲亚运会各大强敌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